韓粉是不是要圍剿李嘉芬 所以我今天的臉書 貼了一篇新的 我也勸韓粉要冷靜 我甚至不惜 這個模仿總理紀念歌的兩句 就莫善的團體 莫壞的大局 為什麼我講得這麼嚴重 因為有一些韓粉說 如果沒有韓國瑜 他們寧可投給沈富豪 投給我就是善的團體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不是國民黨的 為什麼要想到我 你確定說是你嗎 因為你又沒有要去參選 不 他臉書上就這麼寫 就這麼寫 所以 但是問題是 現在大家說這些是假韓粉 我也不同意 貌然這樣講說都是假的 因為你也可以說他們是狂熱的 狂熱的跟假的我想都有 那我請問大家是狂熱的多 還是假的多 我認為是狂熱的多 所以這個要讓他冷卻下來 所以讓他冷卻下來 韓國有責任 吳東英也有責任 反而是朱立倫表現得不錯 他真的是作為一個非常寬宏大量 有度量的一個 現在他在旁觀 他跟這個是沒有關係的 我告訴大家一個 不算密心的密心 因為禮拜一的中午 我剛好去上黃光琴的先生 楊文嘉的節目 在節目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文嘉就告訴我說 光琴現在重點訪問 這在播出 因為是前一個禮拜預錄的 對 但是他說 他說比較痛就有發表 聽他的口氣他們是滿得意的 因為這是獨家 他們認為這個獨家 絕對是有增加他們的聲量 增加他們節目的可看性對不對 他沒有想到闖了這麼一個大火 現在韓粉說是黃光琴 挖了一個陷阱讓韓國瑜跳 有這回事嗎 我覺得這個是指責黃光琴過分 絕對沒有這樣 那個韓國瑜有沒有責任 韓國瑜說誰說的 那三個字是有一部分責任的 因為這個跟他訪談的內容講的話 是有一點出入 有一點不一致 但是我們在這裡不是在追究責任的 現在因為 因為大家就好像很多人 都認為只有韓國瑜 不但他才能委當選 而且會帶動國會的選舉 委員的席次會增加 這個都可以理解 不過剛剛韓晗講 國民黨現在的情況很複雜 但是你的講法 你剛才的講法 把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講話 都一路講下去 你並沒有幫忙國民黨 把這個複雜的情況 讓他簡單化 你當他更複雜 一樣的複雜 一樣的複雜 我覺得你作為這麼當紅的 這種媒體人 我覺得你應該要稍微散見一點責任 你趕快 話複雜為簡單 因為沒有那麼複雜 我今天臉書就講 只有三個方法 兩個是初選 一個是徵招 一個初選就招規矩來 韓國瑜如果說他不會去 領表 領表登記的話 韓國瑜就初選了 第二個初選 就是主席去說服韓國瑜 現在情勢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你還是下來登記 這個是我在2月26號 我就這麼主張了 包括你們 大家都笑我 大家都笑我 認為我很天真 他說吳東英怎麼可能 做這種事情 因為吳東英自己也要選 你怎麼叫一個自己要選的主席 去勸他來登記 現在你看 看誰比較厲害 徵招韓國瑜 吳東英不選了 吳東英幾乎不選了 百分之九點九九九不選了 所以現在吳東英去勸韓國瑜 說你最好 我看你下來參加総選 大家就都改過了 這個有什麼好處 因為主席出面了 現在所有講韓國瑜如果出面 主動出來登記的話 會缺乏 缺乏什麼性 缺乏 正當性 正當性 還是什麼性 缺乏正當性 這個就沒有了 缺乏適當性好了 主席要我選了 這鋪了一個台階讓他下來 這個初選 韓國瑜就在裡頭了 所以我們講了兩個 第三個方法就是徵招 徵招連主席都講 這可能性只有萬分之一 我同意 我同意朱立倫的講法 朱立倫講得實在太好了 非常有風度 這種話王建平就講不出口 他說如果要徵招 他表示我們不夠好 我不夠好 你就徵招 我們也服了 他就講說要徵招的話 不是 初選不要啟動了 在初選之前就徵招了 他用了四個字做形容詞 是疊字 叫大大方方 大大方方的徵招 我同意 很好 但是現在關鍵 跟我們昨天 本節目裡頭大家討論 朱立倫比我們腦筋清楚 你真的要 他就把球丟回去給吳敦義而已 不是 你要徵招的話 就沒有初選了 大家應該有這個觀念 有徵招 沒有初選 你知道嗎 有徵招 沒有初選 如果主張徵招的人 腦筋裡頭 還有一點點的初選的觀念的話 就是二階段 就是二階段 沒有 就是你那種 徵招來參加初選 不然那不叫徵招 徵招來參加初選 沒有 那個他對外不能講 說服他 說服來參加初選 不能用徵招兩個字 這怎麼是徵招 沒有徵招來參加初選這種事 你知道徵招 你看每一個黨 徵招就是選了 所以說服他 徵招是有特定用法 對 說服他來登記 但尊有名詞 徵招是尊有名詞 所以如果你要徵招的話 就沒有初選 腦子裡頭還有初選觀念的人 你腦筋糊塗了 那就是二階段 二階段 我聽到二階段 整身都去街坡 晚上睡不著就好 沒有這回事 天下大亂 天下大亂 所以吳敦義一開始就排除二階段 但是我跟你講 韓粉就是喜歡這一道 喜歡二階段 不是 喜歡直接掙扎 沒有初選 這個為什麼主席說只有萬分之一 因為這個很不容易做到 為什麼很不容易做到 主席疏吃無名 為什麼 因為第二個排在第二個的 朱立倫沒有那麼糟糕 問題是朱立倫也大大方方的說 可以這麼做 朱立倫大概也不會反彈 因為他講話出現 他心裡頭會不會有一點嚇 我想會 但是他已經講了 他大概也不會反彈 但是主席 我做主席 我不敢 我真的不敢 因為其他的候選人 可是傷害最大的人 都說大大方方了 為什麼主席還要不敢 當然不敢 為什麼 因為其他的候選人 尤其是朱立倫 沒有糟糕到這種程度 徵召不管是立委 不管是議員 所謂徵召是什麼 是監困選區 你現在如果要徵召韓國瑜的話 就是國民黨 或者國民黨的主席 把全國這麼一個單一選區 看成是監困選區 不過徵召有兩種狀況 你聽我講完 看成是監困選區 監困選區才有徵召 有監困嗎 當然有監困 什麼叫監困 就是國民黨非要贏不可 非贏不可 而沒有把握的話 就叫監困 有道理嗎 就是這樣 還有一種是大家都同意 所以大老你到底是贊成徵召 還是贊成初選 你到底是贊成徵召還是贊成初選 不是 三條路 我剛才有三條 你說三種可能都可以 你個人比較喜歡哪一種可能 就是韓國瑜不想登記的初選 可以 這第一條路 我不反對 我不反對 然後說服韓國瑜來登記的初選 最好 最好 這個最好 這個一聊百聊 大家回家睡覺都沒事了 這個我也不反對 徵召其實我也不反對 但是主席做不來 主席做不來才有所謂萬分之一 你的第一種韓粉不接受 會報復國民黨 主席說服得了韓來登記 對你來講只有第二種是可行的 不是 你們都誤會了 我跟你講 連主席 甚至韓國瑜本人 他們現在很多做法 你們都怪他怎麼那麼笨 怎麼乾脆一點 其實他們要考慮到韓粉的反應 他們現在韓粉就是熱情高漲 憤怒也高漲 你稍微不處理的話 你不稍微稍微 像假鬼要消風稍微讓它泄氣 要慢慢泄也慢慢泄 要不然這個很難處理 這個會暴動的 不過對韓粉來說 你剛剛講說要考慮韓粉 對韓粉來說 你的第二個選項跟第三個選項 他們都可以接受 第二個選項就是 韓國瑜來參加初選 在韓粉的心目當中 他一旦參加初選的話 一定是韓國瑜勝 第三種就是直接徵招韓國瑜 他們也能接受 所以他們唯一不能接受 只有第一種 但是第一種 如果韓國瑜不來登記 說服了 也說服不通 不來登記的話 我請問全國的韓粉們 你們要怪誰 報復國民黨 你剛剛已經講了 不是 你們要怪誰 不是 你要先怪誰 講清楚 才曉得要怎麼報仇 應該是怪吳敦義 不聽你的第二種建議 跟第三種建議 選擇第一種建議 沒有 要怪韓國瑜 不管他理由有幾百種 因為主席都出面了 你還不點頭 韓粉們你們還不能怪韓國瑜嗎 韓國瑜不點頭 韓國瑜不點頭 也有什麼辦法 對不對 就想我要追你 委員長 有可能嗎 我來補充 聽大家講完 不 韓國瑜 不是 韓國瑜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要追你 韓國也沒這麼帥 非你不可 一定要娶你 你不點頭 我能怪你媽嗎 對不對 我能怪別人嗎 我當然怪你 戀愛是盲目 大佬講得還滿有意思的 很多人他是追一個女生 問了148價格 對方都沒點頭 但最後還是把他娶回家了 我跟大佬報告一件事 這個可能會突破你的三個條件 大佬講的是完美的 可是完美之外 可能還有第四種 我先跟大佬報告一件事情 國民黨裡面 選市長 選總統 沒有去領表 也不是自己登記的 比比皆是 韓國瑜不需要自己 1998年的馬英九 不是自己領表 1998年吳敦毅 甚至不是他去登記 登記都過後四天 還不知道他要不要選 我沒有騙你 大家可以去查 當時是黃昭順 以及另外四個人 一起去幫他登記的 1998年 吳敦毅對現場體那一次 國民黨是這樣的 黨內 今天我跟蔡劉委員在談 國民黨的複雜度很高 國民黨是一個Club 他只是個俱樂部而已 想要執政方案很多 我幫你解釋 你現在講的這個 你聽我說 你們現在講的歷史 江啟臣都聽不懂 不是 年紀太輕 不是 他講的這個模式 我幫你解釋 就是韓國瑜默許了 這個就是變形的 變形的韓國瑜去登記的變形 因為他如果不要的話 他還可以你幫我登記我撤回來 你幫我登記我撤回來 所以我剛剛跟大佬報告 因為那個時間 我們今天是3月14號 那還有兩個月 那時候他已經從 大陸跟美國回來 情勢會很明顯 因為4月份要公告 4月是公告 公告也可以不啟動 公告還是可以不啟動 5月登記 沒有 登記日 登記日才算 登記 我跟大家講 我再講一次 4月的時候 會跟大家講這個遊戲規則 大佬意思說 你就是要公情車 要抽算不抽算 你如果4月公告 就是要抽算 先把它講 我就把它講 4月會公告選舉辦法 5月會領表跟登記 領表跟登記 中間要有時間 你還要連署 然後6月初選 7月才提名 可是現在大佬 剛剛講的是完美的 但我要佩服你是完美 可是完美當中有個例外 國民黨一定要領表登記 才能選總統嗎 上一次的參選人 叫朱立倫 他就沒有領表登記 就說你告訴我特例 對 特例從來就是會存在的 所以就是說 在這種狀況之下 就算韓國瑜最後 都沒有去做個動作 也不代表不是他 而且我剛剛已經其實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5月份的時候 只要有人去幫韓國瑜領表 而他沒有阻止跟拒絕的話 兩個月以後的情勢就會變 沒有阻止就是默許了 可是那還有兩個月 所以現在韓國瑜 你沒有講他不要 代表兩個月以後他不會要 他說沒有阻止這件事情 就被他包進他的第二種信項 4月份公告以後 到最後完全可以再推翻 再來一個 我有一個比較務實的 這個跟吳敦義的講法 又不一樣 沒有推翻 賴老師你沒有聽到我的意思 4月 有人去幫韓國瑜登記 韓國沒有阻止 他剛剛舉的是朱立倫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連登記都不用 那麼就直接有他 朱立倫的例子比較特例 朱立倫是被換的 所以如果4月份的 吳敦義的公告的選舉辦法 是可靠性的話 就必須要按照 4月份的選舉辦法來走 但是如果說 這個4月份的公告的選舉辦法 到時候又可以推翻 再引用這個 他不是說推翻 是有人在5月的時候 去幫韓國瑜登記 他沒有阻止 沒有 他如果韓國瑜也沒有 他也阻止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在於說 如果韓國瑜也阻止了 也不讓他登記了 但是在7月份的時候 他們又選出來了以後 10月份又把他推翻 因為剛剛韓國瑜的意思 就是朱立倫的模式 我跟大家報告 但是韓國瑜 韓國瑜的意思就是說 在國民黨 常常發生這種事 但是我的意思是在於 由於過去都是發生 這麼糟糕的事情 所以這次吳敦義就宣布 4月份我公告這個辦法 這個辦法出來以後 理論上講 你就不應該再去挑戰 這個辦法的演出 換演出這一次 我幫他講清楚 搞不好現在又第二次 避免我們深喉嚨的觀眾 賴老師 沒有問題 我跟大家報告 避免深喉嚨的觀眾 有點confused 我是在簡單講 讓大家聽得懂 第一個就是 4月份公告遊戲規則 他一定公告 那就一定要遵守 5月份就領表登記 剛剛第一個可能 就是有人包含國瑜領表 或是他自己去領表 如果他還是沒領表 到了7月已經會有一個人了 那個人可能是朱立倫 可能是王津平 在全代會要提名他之前 如果可以 如果全部的人都希望能夠去的話 會進去溝通 然後最後 國民黨 對 就是提名前 江淺委員在這裡 鄉敏委員在這裡 國民黨的 我先跟大家講 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構 是全國黨代表大會 當所有的黨代表大會 有人提議要處理這個東西 不要去進行提名 王津平的主定的話 是可以的 那個是最初遵的作法 所以5月跟7月有兩個觀察 那就是昨天的 我的推論就是說 吳敦義的意思是不排除 這種可能性 你這個是一廂情願 也未常 也有可能發生 但是對於初選 參加初選 排名第一 但是並沒有輸柯文哲多少 甚至平手 甚至贏過柯文哲的人 對那一個人 沒有辦法交代 對 沒錯 我做主席 我說這個案子 這個提案 我主席不處理 主席不處理 我覺得 所以關鍵還是在主席 我提一個比較務實的辦法 我覺得主席應該在韓國瑜 出發到深圳去訪問之前 香港後門深圳 去訪問之前 給他講說國瑜兄 這個事情知識體大 你出國了 你就沒有國內這麼多的紛擾 不是 四月份再講也來得及 不是 不是 我是說現在國 下個禮拜來不及 不是 太趕了 你現在可以在台中 好好想想 好 他就是別人選擇好不好 哪會贏 很沒贏 對 很沒贏 你就是行程滿滿 你就是不滿 行程滿滿 沒什麼樣的事情 我也坐去米國比較多 坐去米國要10點點 你是說拚訂單跟選總統 是不同的腦袋想 我跟你講 譬如說你坐飛機12小時 那不是可以嗎 沒有 他在想一下 訂單跟很拚 他已經賣東西晚上講 你剛剛那個鐘頭 奇怪 這個是廢話 這個沒有用 我跟你講就是那三個 你們這不是 國民黨黨員的講這麼多 張啟辰 你怎麼看現在這個事情 要怎麼收拾 我覺得這個事情 還會繼續演變 我們今天講的是這樣 或許搞不好 提名辦法公布以後 整個情勢會改變 都不一定 還有我們一直在講國民黨內 國民黨外的情況也要看一下 到底會發生什麼變化 事情都不重要了 像只要國民黨選完 然後就結束了 也不是這樣 大老師這個觀點 國民黨選完就結束了 當然 你對黨太沒有信心了 如果是這樣當然最好 但是我想不會那麼簡單 外在情勢或許是對國民黨有利 所以會造成我們在這次提名上面 有相對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有上次的換柱的經驗 我相信大家都不願意再看到 那個換柱2.08又出現 所以有出現一種講法 就是說只要在提名前 不管你是透過初選 還是最後用徵招 提出一個最能勝選的人 大家同意就是他 那就是他 只要在提名前 不要提名後又換了 提名後又換了就犯了 人選進了全代會不能再出來 就是不要再開一次全代會來換人選 這個是最傷最傷的 當然提名的制度 你說要百分之百完美 滿困難的 尤其是有眾多人 要爭取的情況底下怎麼辦 然後又出現一個 他剛選完市長 然後現在人氣怎麼高 這個複雜度就更加困難 所以我也滿能體會 吳杜英現在的心情 可是作為一個黨員 還有作為我們這次要選立委的人 我們當然希望說 到時候一起掛的這個人 是聲勢最高的 最強的目標 所以你要這個看板 請黨中央徵召韓國瑜 我必須把這個 現在很多人是講韓國瑜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要徵召最強的人 就是你最後選出 你不同意現在最強的人是韓國瑜 現在最強的是他 但是幾個月後 坦白講我們不知道 你覺得幾個月之後這個會改變 台灣的政治變化案件 沒有人敢打爆票 可是現在的狀況還有趨勢 是告訴我們沒有錯 韓國瑜未來幾個月 他應該都還會是最強 怎麼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當然就考驗黨中央的智慧 可是我必須要跟大家報告是說 尤其現在很多的韓粉 大家對韓國瑜的支持 我們都可以諒解 可是不管怎麼樣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人在這個政治上面也常常會身不由己 你們台中人講話都一樣就對了 我想韓國瑜他自己應該也能體認 不過我覺得我們應該也是要適度給 給當事人尊重他的選擇 因為他的選擇很重要 包括他的家人 特別是比如說他的夫人李嘉芬 我們到底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也很關鍵 畢竟我們希望最後提名出來的人 來打這個選戰的人是怎麼樣 能夠全力以赴 然後帶領我們打贏勝仗的人 希望說這個初選的過程 包括朱立倫也好 王近平也好 韓國瑜會不會參加初選 我實在不敢講 可是我們希望這個默契要能夠在 什麼默契 就好像朱立倫所講的 就是最後要支持黨 支持最後出來那個人 黨所提名出來的那一個人 這廢話 你說 但是這不見得大家都能做得到 不見得大家都能做得到 所以這個部分是要靠大家 那胡隊跳出來說 做不到的人不就開除他 當然開除有開除的條件 最好不要到那個條件 如果到那個條件的時候 待會兒國民黨分裂了 分裂的狀況就是 最糟的一個狀況 其實國民黨最缺的DNA 就是團結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何把任一個DNA做一個改造 然後能夠最後大家能夠團結 我覺得那個才是這一次初選裡面 真正考驗國民黨的地方 因為人性都是如此 大家都想說 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然後大部分也認為說 我來代表我一定可以當選 想參選的人 基本上一定有這樣的自信跟信心 可是選舉的環境 是不是這樣變化 不知道 還有所有的選民是不是都 在比較之後 你會是最後勝出的人 那也不一定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參與這一個初選的人 還有可能在這當中扮演最關鍵的人 以現在來講就是韓國瑜 他不管有沒有選 他會是在2020國民黨的選戰裡面 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人 所以怎麼樣 他們隨時出來呼籲大家說 最後的團結 才是國民黨能夠勝選的關鍵 我覺得這很重要 也不要自身事外 雖然韓市長現在他都是以施政 作為他的施政 或者用心的一個焦點 可是對於2020選舉這件事情 適當的去表達一些他的看法 我覺得也必要 再來也不要去逼他 對未來的事情 馬上去講出說一些承諾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也不公平 因為沒有人會知道說 未來發生什麼事情 他可以對當下的事情 做一些決定 可是對於未來的事情 特別是知識其大的事情 你要叫他馬上下一個承諾 我覺得對這樣子的人 他的舉足輕重 他任何的一個動作 都是動見觀瞻的人 你叫他馬上做一個承諾 沒有準備要去做承諾 我覺得也不好 特別對國民黨來講 會因此把很多的轉換空間 怎麼樣 減少了 對國民黨未來的決策來講 我覺得不見得是一件 最好事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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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